大家好,歡迎收看JESOL專區,我是Emily 今天要為大家介紹的是一套兒童的教育玩具 iCar Adventure 而這套玩具分開有單件裝和套裝 套裝方面,我們可以看到裡面有三架車 分別是消防車、警車和救護車 而單件的話,可以單買警車或者消防車 而裡面,我們需要用一部平板電腦協助玩 可以下載一些iCar App 然後我們會用一條路線,可以將車放在平板電腦走 一邊走一邊吃金幣,就可以學到不同的詞語 裡面分別是有64個詞語,在四個不同的場景 裡面還有8種不同的語言可以選擇 分別是德文、中文、英文、法文、日文、印度文、意大利文 以及西班牙文 除此之外,它還會有一本練習寶 讓小朋友玩之餘,還可以做不同的練習 去學習不同的新的詞彙 我們可以看看練習寶裡面 它有很多不同的練習,是一些小遊戲 增加小朋友的學習趣味性 以及他們的學習興趣 現在我示範給大家看看怎樣玩 我來教大家看看 我來教大家看 我叫做小朋友 我是因為我可以選擇 我的小朋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